XBOX的籃球遊戲 大家好我是JTC籃球訓練的學員是Zap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款XBOX的籃球遊戲 NBA BALLER BEATS 然後很感謝這次Sporty能夠借我們遊戲主題還有遊戲片 讓我們能夠為大家介紹這款籃球的運輸遊戲 首先我們要先藉由遊戲機的動態感應器 然後來選擇我們所要進行的遊戲 首先我們可以在這邊選擇我們所要的商機 然後在這邊可以選擇我們所要的強度 可以從初級到終級這段話 我們先從初級開始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所要的音樂 就隨便調整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籃球是由四國經提供的BOX系列籃球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可以過來看到螢幕的右下方 它會出現我們家要執行的動作 它有可能會是換手運球 有可能會是跨向運球 或是背後運球 甚至也有投籃夾動作 還有傳球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螢幕的正中間有一個軌道 然後當球跑到紅色區域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要下球可以得到最高的分數 好 以上就是我們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就來實際試試看吧 好 我們現在結束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第一次的成績吧 上面顯示是97825 然後是1.5顆星 那我們現在就來換JP教練來挑戰看看吧 好 現在換我來玩這個遊戲啦 大家都知道我是誰 JDEC來說是因為宣言師是JP 那我們現在來restart 教練來看我什麼就辦法超越我們是JP 好 這是最後 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 我剛剛也結束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分數吧 我只有50700跟剛剛的Zay 將近1顆星的差距 它是1顆1.5顆星 我只有半顆星而已 這就是運球能力 然後加上個人的反應能力的差異 那這個遊戲非常的有趣喔 它是吃很多不同的眼睛跟運球 不同的反應 那我們會做出一些不同的回饋 那這個遊戲推薦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XBOX的這種動彈感應的遊戲的方式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新鮮 如果你加入一個大型的遊戲室 會一廳 來做這個 或是找朋友來一起Battle一下 我覺得這還蠻不錯的 那今天一樣特別感謝我們四伯丁 借給我們遊戲機 借給我們籃球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我們的Zay 然後感謝大家的觀賞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大家的小鈴鐺 我們會做更多有趣的一些籃球器材的分享給大家來看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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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